今年上海车展的时候,奇瑞推出了一款全新的新能源的SUV iCar03 那最近呢,这个车的实车就上路了 从路式的叠照的样子来看啊 它比车展上的造型的明显的更有量产的感觉了 但是其外形的变化并不是很大 前脸基本上可以做到了极致的简约 车头两侧,英文爱的日行灯特别的显眼 不过日行灯并没有点亮啊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整车都是比较方正的线条 顿时壮硕的效果非常的明显 而路式车呢,还用了壮色的车身 车顶有一点轻微的溜背 个人呢,感觉啊,如果做成平的 或许对这种硬派的造型的车来说会更好一些 iCar03也是数项的英文爱的造型,极具辨识度 用的也是硬派的越野的侧开门 不过备胎的位置被一个方形的工具箱所取代了 那这台车呢,车身的整体设计看得出来是相当的优秀 那其内饰的风格也可以参考一下截图的旅行者 二者是比较类似的 目前,该车的动力方面的信息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是用的肯定是前后的两台电机 猜测其性能应该是不错的 iCar03从亮相到陆式车时间是很快的 不过呢,何时能够量产还真的是不太好说 毕竟最近奇瑞的车都犯这个毛病 就是亮相很早,上市却遥遥无期 所以规划四季度的iCar03今年能不能够上市 完全是一个未知数